点开互联网 全球网友给Paris Hilton贴上了各种标签 有人说 还有人说 她是2000年代最著名的时尚偶像 的确 她的时尚影响力不容小觑 Cando21岁生日派对 在着装选择上 曾致敬过Paris Dualipa Bella Hadid等时尚icons 都有从她身上获得过穿搭灵感 时尚是一个轮回 就像Blue Marine Fendi MiuMiu 最近大秀的这些经典设计 类似的设计 Paris也早在十几年前就穿过了 她是网红鼻祖 她是时尚偶像 但要我来说的话 我认为 她是绝经逃生后的营销天才 现在的网友痛恨娱乐之上流量为王 但Paris Hilton 恐怕是这一乱象的始作俑者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iCons系列 时尚频道很难绕开 Paris Hilton不谈 但今天呢 我想先把停留在 前表的时尚穿搭 先放一遍 咱们不妨一起来深挖一点 带着审视时尚阴谋的 批判目光 去探究这样一个问题 巴黎希尔顿 她到底如何重塑了 如今时尚行业 对iCons的定义 她为何又被称为 美国物质主义 美国商品拜物教的名人图腾呢 Paris Hilton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看她的姓氏 是的 没错 全球著名的希尔顿酒店 就是她家开的 她在1981年 著生在富人区 16岁左右 她过腻了一板一眼的名流生活 开始沉迷夜店俱乐部 烟酒蹦迪 成为新的兴趣爱好 年龄不够 那就伪造身份进场 办法总比困难多 本频道的未成年观众 千万不要学啊 她也因此在小范围的名流圈里面 成为了大家讨论的对象 她恶名昭著的原因也很简单 堂堂希尔顿家族 怎么养出了这样一位不得体的闺女 于是 传统保守的老前爹妈 决定把叛逆的女儿送去哨馆所 但为了面子 她们一家对外统一宣称 哎 她是被送去了寄宿学校 这所学校的可怕程度 不亚于杨勇新学院和她的奠基疗法 这是Paris的自书 大家可以看看 我认为了很多人 在工作的地方 被创业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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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家的家庭 很多人都在駕駕駕駕駕駛 我太害怕這件事發生了 所以我終於找到一個方法 不去接種疫苗 但每個人都會告訴大家 他們找到一種疫苗 和所有疫苗的疫苗 我太多了 我穿過一天 很有限時 現在我超過兩天 我還是冷靜 我失散 我無界 他們不知道 我早時發生了 很害羞,我恨了他们 我11个月在宣伍 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是想想想 什么我希望做,和谁我希望 当我离开到那里 我会做到我的力量,成为 那么成功,让我父母 永远不能再控制我 如大家所见,在少管所受到 虐待的Paris Hilton 一直是靠着那颗熊熊燃烧的 复仇之心撑下来的 18岁成年后 他离开上管所返回纽约 开始筹备他的绝地反击计划 改头换面 打磨人设的漫漫长征 就此起航 首先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在公众场合都会佩戴蓝色眉桶 要知道他原本的桶色并非如此 此举是为了更贴合典型的 白人金发芭比娃娃形象 在发现这个小细节的时候 说实话我有被小小的震撼到 第二他改变了自己说话的声音 在公众面前 他一直在装用那种很嗲 很甲子的气泡音说话 但他本人的真实声音 其实不是这样的 大家直接看吧 第三他开始扮演一个经典的 蠢白人芭比公主人设 就是让人看得很想翻白眼的那种 现在很多欧美影视区 不是都会塑造一些愚蠢的 白人金发女形象吗 比如说破产姐妹里面的那一位 Kaneline 我都不晓得 这是不是受巴黎西尔顿的影响 他当年真的很夸张啊 言论行为举止都非常做作 比如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沃尔玛 沃尔玛都不知道 不要装了美眉 他当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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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实知道Walmart的东西 是的 我知道Walmart的东西 再比如他有各种各样夸张的眼镜 以及他还会往自己身上塞一切粉色的东西 真的是literally everything is pink 然后他还很喜欢那种贵妇们很爱 可以抱在怀里面出街的小狗 并且真实地给小狗们建了一栋别墅 他塑造的这个希尔顿家族 剑西西的傻白甜千金形象 可谓是刻板印象吉他宠者 尽管他没有任何跳舞唱歌的才华 或者说作品 但毫无疑问 这样一位点钟点继承了大量财富 生活方式极致奢靡 形象非常dramatic 做作的社会名人 势必会成为大众喋喋不休讨论的对象 我们国内有这样一位人物吗 有的 王思聪就是他的性转版本 这可以说的吧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只是王思聪远没有他这么爱演罢了 Famous for being famous 因出名而出名 巴雷·希尔顿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但是仅仅出名对于Paris Hilton来说还远远不够 希尔顿家族已经以他为耻 他想要的是完全脱离父母的掌控 是随心所欲做自己 那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他还得学会将名气变现 2000年 19岁的Paris与川普签约 成为其旗下模特公司的签约模特 是的 川普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 的确也无范围蛮广的 同时他还开始参与影视剧 音乐 MB的拍摄 开始挣钱 此外 不少酒吧夜店会请他去站台 有他在的地方就有讨论度 而这些所谓的站台项目Paris方都是要收费的 2003年他的真人秀 The Simple Life即将开播 就在开播之际 他与男友的心爱录影带惨遭泄露 Paris再一次 火遍互联网 所以真人秀一开播 收视率就蹭蹭蹭往上涨 咱就是说啊 Paris不亏为网红鼻祖 他所经历过的一切 甚至能编成教科书 所有想出名的网红 都应该过来 好好学好好看 如今的顶流金卡戴山 当年不就是Paris的小助理吗 金卡戴山一家的真人秀 也的的确确是在Kim的心爱录影带泄露之后 趁着热度播出的 难怪视频开头咱金姐就说了啊 Paris就是她最好的导师 通过真人秀 Paris在里面强化了她的蠢白女形象 并成功让自己这个IP 让自己表演出来的人格 更加声名远播 2004年出了一本书 成功登上当年的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名单 同样是2004年 她还推出了首款个人香水 震惊的是 她的香水也是火速售罄 截至目前 根据WWD Women Wears Daily 统计显示 她的香水产业 从04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的总销售额 值得多提一嘴的是 她很早就推出了自己的彩妆线 服装线 香包配饰线 等等等等 所以网红卖货模式 很多我们现在看似 非常平常的那种 明星推出个人产品线 搞副业什么的 还是零几年就开始玩了 外表来看 外人傻巴比公主形象 但你要是愿意去看 她的一些收入来源 和她的业务组成 你就会发现 她其实经营得很 这么多年来 不仅为酒吧夜店站台 还会兼职做DJ 2005年 主持人的活她也会干 她去主持了SNL 2006年 她又推出了个人音乐专辑 还顺便拍了Vogue法国版的封面 同时 她还被赌城 拉斯维加斯授予了城市钥匙 制作城市为Paris 设立了一个节日 从此 在拉斯维加斯 8月29日 就是Paris Hilton Day 此外 她同时还拍了电影 并且获了奖 虽然她拿的是 2006年的 金酸美奖的 最差劲女配角奖 真的好歹 也是个奖嘛 对吧 咱就是说 咱们也不能说 Paris的演技非常赖 毕竟 她把Paris Hilton 这个IP 演得活色生香 演到了如今的 Icon级别 她本人在后面 接受采访的时候 原话就是这样回答的 大家总觉得 我是个神经兮兮兮的 金发巴比小公主 这个刻板印象 有实吧 让我感到挺烦的 这只是我演出来 给你们看的 You couldn't possibly get this far being a dumb blonde 我要是真这么愚蠢的话 不可能 做到今天这个位置 确实 她并不愚蠢 创办了 Hollywood TV 好莱坞TV的 资深媒体人 Sheraz Hazen 就披露 她曾是Paris Hilton 聘请的转播顾问 Paris会故意 制造伪公关事件 自导自演 并把一些独家信息 提前发给 各大报社记者 以获得媒体报道和关注 她成功地和媒体们 建立起了 互生互惠的关系 通俗点 用咱们2022的话术来说 那就是买热搜 只不过Paris不花钱 属于资源置换 这么一个概念 鼎盛时期 比如说2007年 由于美国大众对她的关注 再加上媒体对她的大肆报道 Paris的讨论热度 曾在某一些时间节点 一度超越了 当时的总统竞选 和G8峰会 她甚至因此 获得了一项 吉尼斯世界记录 成为当时认证的 最被高估的名员 最连福布斯都站出来发文 封她为2006年和2008年 最过度曝光的名员 可以补充的是 2007年登顶该榜单的是布莱尼 当年布莱尼和前夫离婚 在争夺孩子抚养权 然后还出现了提光头事件等等 当时2007年布莱尼的曝光度 就是号称养活了美国的狗仔队 但在2008年 Paris又再度登顶 所以Paris 在那几年里面 特别是在美国的星光 大家也就能够 大概品位一二了 是完全不出流行巨星的 但过度曝光 民众是真的会烦的 就像我们也会烦那些 经常在热搜上挂着的 那几个明星 对吧 所以当时的美国娱乐刊物 US Weekly 甚至特别出了一期 保证不含任何 Paris Hilton内容的刊物 左上角那个 100% Paris Free的 特别提醒 真的还蛮现象级的 GQ更是发了一篇长文 谈到了巴雷谢尔顿 对现在的时尚行业 娱乐产业所带来的影响 称她Inventing the way The world thinks about influence 也就是 她刷新了世人 对影响力 这个词的认知 的确 在她之后 流量为王 娱乐至死的年代 正式到来 因为罪嫁 她在2007年 被法院判刑进监狱 她去拘留所里面 待了一段时间 在2010年 她多次辩解 但最终还是因 吸食可卡因 再度进局 后面因工作 她得前往日本 但Paris 甚至都被审查 较为严格的日本拒签了 不得入境 以系列事件折腾下来 大家愈发反感 Paris Hilton 过度曝光会被反噬 说的也许就是如此 活该吧 我只能说 我一向是对事不对人 但是我真的很痛恨最佳 在她迎来名气滑坡 这段时间里面 她曾经的助理 金卡戴山靠一真人秀 带领家族成员 火速崛起 抢夺观众实现 后来Paris 也有尝试过 推出一系列真人秀 但没办法 她真的几乎 就是从2010年之后 一夜之间就flop掉了 翻看IG 大家也能够看到 曾经玩转流量的 鼻祖Paris Hilton 现在只有2000万的粉丝数 和卡戴山3.3亿的 粉丝数相比 零头都不到 所以除了卡戴山崛起 除了过度曝光 问题还住在了哪里 我个人觉得 也许是Paris Hilton这个IP 她想要刻画的形象 已经无法与时俱进了 我们都3040岁了 还一天到晚粉色 bling bling的搞白人巴比 who cares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她拍一个厨房中一真人秀 她还特地请了 金卡戴山来做第一期嘉宾 可但凡是个观众 看完这一期 都会夸金姐大气 能去能深 接地气 看得出金姐不愧是四个孩子的妈 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有 可Paris呢 她还是一副养尊处优的 小公主模样 不懂什么是韭菜 菜不会切 厨具也不会用 可是在干什么 尽管她的流量和讨论度急转直下 但瘦斯的骆驼比马大 她热爱自己的DJ事业 在现在 她每次打碟音乐节 一天的出场费 就是普通人的年薪 在2022年 她还在时尚行业散发着光芒 比如 她刚为最新一期的Visage 走球压轴 如各位所见 果不其然 她还是那个不变的粉色发笔 她能够成为一位icon 是因为她塑造的形象足够有辨识度 而并非是因为她的衣品有多么的好 咱也实话实说 穿搭功底 比她强的时尚模组多了去了 Paris Hilton被大众反复提及 甚至作为文化现象 在部分大学里面被研究 是因为她探索并提供了IP营销的 另一种成功模板 她为今后其他网红 比如金卡带衫 为他们后面的成名 铺平了道路 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Famous for being famous 在Paris之后 世人明白 原来一位没有才艺的人 也能够被打造成一位流行偶像icon 她在时尚娱乐行业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的影响力至今未褪去 Paris Hilton或许并不是我们应该 大肆宣扬的价值符号 但现实就是 的确越来越多年轻人 想要复制他们的道路 成为网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Icon系列为大家带来的 Paris Hilton简史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鼓励创作者 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从不同的视角 去看待时尚 我们下期见